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游教授谈音说乐 上一期节目我们征求了一下大家的意见 我说大家对音乐素养有没有兴趣 前面我们提到了音乐素质六百达这本书 很多网友留言说对这个题材非常有兴趣 那么我们就这样 把这个系列可以发展下去 我就是从今天开始 我们以通俗的方式 我们不讲那种很深奥的乐理知识 我们以通俗易懂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带领大家了解更多的音乐素养 以及音乐的一些基本常识 也算是一种音乐普及 好不好 那么从今天这期节目开始 我想带大家来认识一百种乐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 我们来介绍一下不同的乐器 好不好 我们今天先来认识一个乐器 我先给大家听一首音乐 然后大家猜一猜这是什么乐器 这个随意听 solo的乐器 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 这个主奏的这个乐器 我别做首诗 一做首诗就暴露了什么乐器 大家先猜一猜这个是什么乐器 好 那么下面呢 我剑啊 我把它solo一下 其他的乐器没有了 只有这个主奏乐器 大家仔细听一听 好不好 好 大家听到了啊 这个有没有猜出来 我估计很多人可能会猜二胡 是吧 其实这个呢 就是你猜近了 但是呢 没有完全对 这个呢 是金胡 这个金胡啊 它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拉弦乐器 就两 也是两根弦的 当然你说二胡 好像它也是两根弦的 也没错 但是呢 金胡跟二胡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它呢 是在金剧里面 最常用的一个乐器 就是在这个演奏的时候呢 一般都是 左手按弦 左手是按弦的 我们的二胡也是这样的 左手按弦 右手拉弓 就跟我们拉小提琴也是这样的 左手按弦 一般 这个弹波乐器啊 很多都是 左手按弦 右手拉弓的 右手拉弓 或者弹奏比较多 这是常规的一种手法 那么这个金胡 二胡啊 都是这个原理 就是左手按弦 然后呢 右手拉弓 然后呢 弓跟弦 直接的那摩擦 发出的这个声音 都是摩擦 其实很多的这个发声原理啊 乐器的发声原理 包括我们人声的发声原理 也都是摩擦 人声是这个气息跟声带 哎 产生碰撞 产生摩擦 发出的声音 那你们二胡就是弓跟弦 这个摩擦 发出的这个声音 那么这个金胡呢 它的演奏技巧 非常的灵活 除了这个按音之外 它也还会有那种柔弦 还可以有打音 有滑音 以音啊 等这样一系列的这个技巧 然后呢 这个金胡的音色呢 它应该比二胡 要更加的明亮透彻 所以说呢 跟二胡还是有 在音色上 也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 所以这个乐器呢 我们叫金胡 其实在金句 金句里面 用的非常非常多 是金句里面的 一个必备的一个乐器 那我们再听一遍啊 当然我们这个现在听到的这个音色呢 它是采样的音色 它不是那种就是真的拉的那个二胡录下来 不是录下来的啊 那那个这个是数字采样音色 是是属于MIDI的这个采样音色 所以说呢 它离真的这个乐器呢 还是有一点点区别 但是呢 大概啊 音色就是这样的 大家有个印象 好吧 然后呢 我们就听到了这首歌 我给大家听一下 这个歌呢 是 其实这一套啊 里面 我说让大家认识100种乐器啊 是我最近刚刚出版的一本书叫儿童音乐博览 实际上我们原来做的这个方向呢 是叫儿童世界音乐博览 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乐器 一些儿童歌曲啊 拿过来 然后呢 中国呢 就是又选了好多的民族 好多的地区 不同的这个乐器 歌曲放在一起 让大家让孩子们进行这个音乐素养的一个提高 一个认识 是这样的一本书 今天呢 在这儿呢 我其实书出版了 样书我还没拿到 我呢 先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啊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歌 这个歌呢 叫对鲜花 我们听听看看是哪的地方的这个音乐 大家能不能听出来啊 大家听到这里面有鸟叫 然后呢 诶 京剧的这个唱腔啊 淡绝的这个唱腔 来 金鼓进来 然后后面呢有三弦 我说一个一 你对一个一 什么你开花在水里 这朵鲜花满不了我 呀 更有 林椒开花在水里 呀呀 更有 诶 主题啊 这个呢 是叫 对鲜花 这首歌 这是一首 先不说 差点说出来 大家猜猜这是哪的歌 是一首童谣 大家从这个音乐 我们在这里面编配 里面所用的这个音乐的元素 大家能不能猜出来 是我们中国哪个地区的这个童谣 或者是民歌 给大家五秒钟时间 是 北京的童谣 这个呢 大家可以听到里面有很浓的这个老北京的这么一个文化的一个特点 是吧 里面那个金腔啊 金韵的这样的一个融入 然后呢 里面我为什么用了鸟的那个鸟名声啊 感觉好像是老北京的胡同里面大爷 避着这个鸟的这个鸟笼子啊 避鸟的这么一个市井文化 就是体现北京的这样的一种民间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特点 然后呢 这个歌呢 是一个问答歌 就在童谣里面啊 有问答歌 有谜语歌 这个歌呢 其实它具有了问答歌跟谜语歌的这种双重特点 里面呢 是一问一答 你说一个一啊 我答一个一啊 什么啊 就通过描写这个什么棱角啊 啊 奉仙 山茶 墙威 啊 有四段歌词啊 好像是啊 四段歌词来描写这个四种花的特点 啊 然后呢 哎 寓教于乐啊 是孩子哎 能够了解这这样的一些特征 哎 非常有童趣的一首 这个童谣 好吧 那么我们今天啊 这个曲子啊 从这个曲子里面我们认识 哎 金湖啊 我们了解这个北京 的童谣 这样的一种文化 好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 关注我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转发 我们下一期再带大家认识另外一个新的乐器 跟新的地区的音乐 好 我们下期再见 请订阅我的频道